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了李念选男人的眼光特别好 在和丈夫结婚后 李念就开始淡出娱乐圈 专性费孕 2012年 两人爱的结晶 女儿Jessica出生 嫁入好门后的理念 可能觉得和太太的生活太无聊 便开始炫耀自己的富贵生活 给自己增加一点乐趣 在游艇的驾驶室不经意间摆拍 坐在游艇的豪华沙发上吹吹海风 在昏暗的豪车里 刻意却又不是精致的 将自己手上和脖子里的珠宝是品入镜 看起来这个阔太太当的幸福就随意 还在微博上炫富时 特意给出网上的手表打上了马赛克 不知道是为了不让我们觉得 它在炫富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不过这个把手表录出来的姿势 也太恶意了吧 果不其然这件事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最后它被发出带的 是这块乡满专制的腕表 虽然这表面上看起来 一切都很幸福 但两人的负面传闻 一直不间断 比如感情不合 两人到街 丈夫成成黑脸 李念为丈夫拉拉链 为丈夫一把打开 除此之外 不少媒体用嫁入好门来形容李念 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回应 我从来不知道老公有多少财产 自己不想过分消费家庭 只想用作品说话 据悉李念在刚结婚后 一段时间定居在香港 经常发照片秀豪宅 看得出来家里面积很大 外面的绿化也很强颜 大家看到他这么秀自己的豪宅 肯定会理所应当的认为 这栋房 是李念或者是他丈夫的 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但是 他在后来的采访里说 自己出了北京 在任何地方都是租房子住 这意思是他炫耀的豪宅竟然是租的 难道他的丈夫根本不像传闻说的那么有钱 还是他这么说 完全是为了不让大家过度关心他的家庭生活 小八觉得真想应该是后者 毕竟他老公的那些履历 肯定不会是造假的 这么说也只是李念对自己家庭的一种保护方式而已 尽管李念本人亲自回应了这些问题 大家还是不看好两人的感情 原因是 李念突然发了一条令人浮想连篇的微博 大家纷纷怀疑李念发生了婚变 两人婚变的原因网上流传的版本是 李念的老公 作为阿佛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看见自己的妻子 每天就知道寻父善名牌 觉得他很没有内涵 但其实当时李念发一个人走路好辛苦 是因为他出门买东西 已经累得不行了 还恰好遇上了下雨 再加上当时又准备付出 没有团队 也没有经纪人 这两点让他觉得特别累 不过历经艰辛 李念还是成功付出了 最近他在陈思陈思导自演的作品《远大前程》中 是也想进处爱哭风换雨的过夫二奶奶露凌春 虽是个小角色 但举手头足间气质尽显 美丽妖娇 现在李念复出后节奏越来越快 基本保值在一年三四不细的产量 他说自己现在想慢下来 他是生活 将自己丰富起来 那小八就祝愿李念能够如愿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 デュ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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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